香港俗語也有一部叫做法藥鯛或是藥鑑證 其實這個精作是否與藥有關呢 是否與食藥有關呢 其實是這個名字 與藥無關 其實是正式的名字是老鑑證 腦子受到刺激 所以腦電波是一些問題 令到患者就會有抽筋 或者是神肢 可以是一個感染 亦都可以有其他的原因 譬如缺了血 或者是腫瘤 亦都可以有一個腦鑑證 最普遍的病症就是抽筋 有些手腳有些抽筋 人亦都會沒有反應 失去神祖神智 但是有些抽筋可能是比較好味 可能人的神智繼續保存 但可能不局部手腳有些抽筋 還有一些很短暫的 可能他自己都未必查過 所以是有很多不同的腦鑑證症 腦鑑證的原因都有很多種 除了有些是遺傳症的腦部疾病 可以是一些腦腫瘤 或者腦本的病 譬如中風 甚至是一些感染 都可以的 有些譬如指心眼的病 亦都可以有些腦鑑證症 有些藥物或安性的藥物 是會刺激到腦部疾病 亦都會有一個腦鑑證症的症狀 腦血管疾病 它表現出來的臨床症狀 看看你影響了腦部的哪一部分 如果你影響了腦部的負責手腳動動的部分 那你手腳動不了 或者如果它刺激了手腳動動的部分 可能那邊會抽象 通常來說 有感染的就會加上有發燒 而如果中風那些 是不會有發燒的 通常來說 我們就會 在臨床來說 就會有些 讓我們知道 有沒有機會是這個感染 有些情況 是有些人在頭部 有些損口 或者是它做完某些手術 之後 有些細菌 是經過後患本 進入了腦部 通過水液 就會進入了腦部 有時 就會影響 腦隆腫 或者有一個 濃瘡 在腦裏面 這是很嚴重的 很多時候 需要做手術 要用一個比較長時間的抗生素 另外 有些可能性 就是 它會影響 一個 腦膜 會刺激 腦膜 令腦膜 會睡 腦膜炎的症狀 包括 人類比較混亂 甚至不清 甚至有腦間症 發酷燒 嘔吐 等等 如果我們要確診 都要做特別的檢驗 包括 包括 跟它 照腦的塑料 以及 做一個 水的尺寸的檢驗